浩南亦都搞定了全部馬不准备妥當 五場賽事2200名的賽事準備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就見到埋變位置金絲快掌都著意在前面 奈蘭淺藍衣就有這隻新麗鷹 再見到第三位中檔格戈兒大愛檔 浩南就慢慢撒過去 再見到第五位奈蘭白臂窟淺藍衣就極速 拍轉外面就很帥 再下一層馬威風猛將 外面聰明才智三位 大約在第八位左右 再後面馬還有這隻很帥 白衣白帽白臂窟 內蘭尾四有盡彩 後面三匹馬 雲尼娜行運勝尼 以及那匹最必勝 接近對面直路的頭段 前面帶頭的馬匹金絲快象 新麗鷹咬住第二位 再見到第三位就有這隻酷藍 第四位內蘭就是67元極速 再後面第五位還有格歌儀 內蘭紅白橫衣衣 威風猛將 再跟著後面紅眼罩 大約第六很帥 數個後面盡彩 外面聰明才智 尾五 後面四匹馬 有這隻很脆 幸運勝利在內蘭 後面兩匹馬 雲尼娜和這隻最必勝 這隻很難的 好 跑到對面直路尾 接近一千米的斷柱 次序上基本上完全沒有動過 金絲快象 新力應極速 酷藍 第五位馬 內蘭威風猛將 拍著外面有格歌儀 再後面的一對 淺綠色衣 內蘭進彩拍著外面 好帥 後面五隻 聰明才智 幸運勝利 勁脆 尾以最必勝 鮑尾仍然是雲尼娜 轉彎中間 浩南你們不走 就我先來 撿離了兩個身位 帶著金絲快象進來 再看到第三位 還有新力應在外面 在外面的位置 就是極速 踏到最出 還看到格歌儀 後面的馬 內蘭紅帽 就是威風猛將 最出兩隻 好帥仔 聰明才智 後面才有勁脆的馬 等著內蘭幸運勝利 最後三百左右 浩南走掉了 但是半個身位 極速中檔追緊他 再看到中檔金絲快象 外面現在先踏著 還有聰明才智 埋面上來威風猛將 最後一百米 浩南在鬥這隻 就是極速 接近中檔 浩南蓬佩第二名 就是極速 第三名威風猛將 好帥仔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浩南 跑完一場大賽之後 乘著這場 應該斷速都不會快了吧 結果入席路的時候 他先離開 第二名輕綁的極速 第三名威風猛將 好帥仔 好近的 撻浦 再一次顯出他的捕捉智慧 最後打到只有44元 對 這麼慢捕捉 後面很多騎師 都好像在做夢 哪有得追 一早看見你這麼慢 就在前面等你追 你看三、四段 嚇到你 26秒67 25秒75 他在外面走 你看見偉達、何摘瑤 那些全都在後面 都好像不知道在做甚麼 就是 結果怎麼沒得追 連一隻十三目極速 一直咬著浩南 都可以立場 一條Q 四重賽 排19314元 下回二班賽 就可以合一對手 上一次在打比 其實他都失得很慘 大家都可以重視 在榮彩班分室 其實浩南也是失得很厲害 今天要保重 來一場二班賽 不會同時間 中兩次晚補足的陷阱 對 各位來賓 香港賽馬會社群輩頒獎職 現在開始 各位來賓 各位來賓 香港賽馬會社群輩頒獎職 現在開始 經過一場緊張的比拼後 香港賽馬會社群輩的冠軍 經已誕生 現在我們有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為我們頒發 香港賽馬會社群輩的主杯 和紀念獎杯 並勝出頭馬獲南的馬主 趙冠銘先生 The Honorable Mrs. Carrie Lam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s now presenting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ommunity Trophy to Mr. Annie Chiu the owner of the winning course and now may I invite Mr. Slam to present the commemorative trophy also to the owner Thank you 我們繼續有請師長 將紀念獎杯分別頒發給 勝出頭馬的練馬師 蔡約翰 Mrs. Slam has just presented a commemorative trophy to the winning trainer Mr. John Sykes the commemorative trophy to our jockey Bret Preble so congratulations so let's have a group photo 恭喜 在這個時候 我們一起拍一張大合照 再次恭喜 勝出頭馬的馬主 李馬師 以及劇師 謝謝 thank you Mrs. Slam for the present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亦都是再一次 多謝師長 so this is the end of the trophy presentation 我們香港賽馬會社群杯頒獎典禮 圓滿結束 好 看完頒獎 看看循環影片 一起步 大家都起步順利 有些馬捉了下去 等下幸運勝利準賽也看到 前面酒 我們看到裡面是金絲快將 建習生在前面一隻酒 即是熟南在開面 慢慢想攝進來 麥蘭大白臂的就是新力櫻 再數下去 就是格戈儀開面 很帥仔三疊 裡面有一隻極速 威風萬象都放進去 在他開面就是聰明才智 很脆在尾五的位置 最後就是盡彩鐵欄 黃帽雲尼拿開面 幸運勝利美爾包了落尾 就是最必勝 形勢是一流 這隻熟南 打開了中間讓他進去 其實最初兩段就是拿一位 正常配性 拉鬆一點的馬群 都還還好 但是走走走走 你看看新力櫻都已經拉 拉不住 很麻煩 但又沒有想過要上去 然後極速又在內欄 其實黃浩南也是 看到柏普上來的時候 他都應該要放鬆一點 他還是扣著 對 人家過了你才會動手 然後兩個馬位 突然走走走 你那邊動手 鬼用嗎 103磅 你 那隻聰明才智 因為受制於這個萬劈性 真的走得不順 現在他躺在尾五的位置 紅色直尖母那隻 後面就競吹 都是有些鬥 彈來彈去 其實威風萬丈 一直都看到田泰安 但出來出去 就被那隻好帥 頂住了 因為當你紅藍走的時候 田泰安說不如我也走 誰不知好帥 他就不能走 即是你說意識上 看過外面想走 其實只有田泰安 然後每個人都在後面等 發外 發外 入到直路你們才來追 可以的 下場 只有一個追字 但你也看得到 其實那些聰明才智 長直路的爆發力 是沒有跑短直路那麼強的 你有沒有什麼馬 真的可以追得很好 當然沒有 當你金絲快象 都還在前面的浸回來 分電時間 14秒02 24秒33 26秒67 25秒75 然後轉彎的電梯 23秒06 22秒15 都是快的 總時間2分15秒98